Omicron的妹妹B.A.2來勢洶洶 目前在全美近半週發現 已至至少127例 傳染力是目前主宰全球疫情的 B.A.1的1.5倍 像是英國B.A.2的病例 每週翻倍成長 有機會取代姐姐 成為英國主要的毒株 但慶幸的是 疫苗抵抗病毒依然安全有效 接種補強症後 對B.A.2的有症狀感染保護力 達到70% 還強過B.A.1的63% B.A.2也導致了 日本疫情惡化的隱憂 29日單日新增確診 84,941例 再創新高紀錄 專用病床使用率 已經攀升至48% 接近是否該宣布 緊急事態宣言的5成門檻 專家表示 B.A.2搭配不易 被PCR驗出的特性 恐怕未為日本 帶來第七波的疫情 南韓確診人數也持續攀升 新增確診17,532例 連6天創單日新高 Omicron的變異 俄羅斯也因為傳染力高的 Omicron傳播而加劇 單日確診手破10萬大關 幾乎是一週前 每天感染人數的兩倍 當地接種疫苗的疫苗 第一導致更多人染疫住院 甚至轉為重症 記者,我們在新報道 及死亡 全面移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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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七波 全面移動 全面移動 出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